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大选结束至今已经第四天了 可是第十任首相还在难产阶段 国家元首昨天召见了安华与慕尤丁之后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双方阵营都没有人取得112席简单多数执政门槛 而国盟主席慕尤丁在进见完元首回到住家之后 也召开记者会 指自己手头上明明有115名议员的支持 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最终还被告知说自己不够数 今天新海侠史报有一篇报道指出 有10名来自国阵的议员在昨天下午2点之前 就透过电邮致函国家王公 表明了撤回对慕尤丁担任第十任首相的支持 因此国家王公才会告知慕尤丁 指他并没有获得足够议员的支持 来到今早 巫统最高理事补爱就在面子出发文 批评国盟主席慕尤丁态度傲慢 而且不尊重元首 说他在昨天的记者会上的发言 仿佛就像在怪罪王公 不爱甚至还挑战慕尤丁 如果慕尤丁有勇气 就干脆公开115名国会议员的名字 那如果慕尤丁不敢公开这115人的名单 别说国家王公了 人民也不会相信他的话 不管怎么样 国家元首昨天召见了安华与慕尤丁之后 也随即发布文告表示 将会在今天召见巫统的30名议员入工 而国阵方面呢 国大党树立主席沙拉瓦南 离开时告诉记者 国阵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讨论 因此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国阵将会要求转言进见国家元首 国大党那边说 还有事要讨论 会要求转言进见元首 可是马华总秘书张胜文 在会议之后出来告诉媒体 就算一天内开了两次会 但国阵的立场还是始终不变 那就是不会靠拢国盟 也不会支持西蒙组织政府 国阵维持成为在野党的一决 马华国大党透露完风声之后 轮到来自巫统的国阵总裁政 西山穆丁走出来 这一位立场相当坚决不跟西蒙合作 一再强调No ANROR No DAP的西山穆丁 不愿跟媒体透露太多会议内容 只是卖官子的说 国阵的立场该谈的都已经在会议里谈完了 就在昨天晚上的国阵会议结束之后 社交媒体在今天突然流传一封 疑似国阵主席阿默扎西 致函国家元首的信件 信中指明 国阵胜选的30名后任国会议员 已经授权国阵主席去进行谈判 而国阵将会和哪个政党或者联盟 来组建联邦政府 也附上了30名国阵国会议员 所签署的阿古扎西宣誓书 这一封公函更指出 国阵30名国会议员支持西蒙主席安华 被提名及任命为大马第十任首相 那这封信函在网上流传之后 国阵媒体在面子书上是博士 这是假消息 而阿默扎西本尊至今还没有回应 到时国大党主席维纳斯婉兰 他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 就毫不讳言的指出 这封信函是真的 有消息指 昨晚的国阵最高理事会会议上 爆发了激烈的口角 甚至要把阿默扎西给赶下台 要他辞掉国阵主席一职 维纳斯瓦兰他是拒绝回应这项传闻 倒是马华总秘书张胜文 今天就直接发文告开炮说 这些都是真的 他表示相关的信件 不是国阵所做出的最终决定 国阵的最终决定呢 是要继续成为反对党 因此昨天晚上会议上 马华和其他的国阵成员党 纷纷质疑 阿默扎西为何违背 并且误传国阵的议决 他指出 一开始阿默扎西还矢口否认 直到一名与会者出示证据之后 他才改口承认 张胜文于是代表马华指出 阿默扎西已经无法领导国阵 并且要求他体面下台 阿默扎西红海 阿默扎西红海